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大家想简单维修一些轻微损坏的木製傢俱 以下我有几个简单的例子示范给大家知道 如果木桌和椅脚都松了 我们可以用一些粗一点长一点的螺丝 在受力的位置加固它就可以了 收螺丝之前要转开 转嘴不要比螺丝大 如果桂桶拉得不顺 我们可以加一些溶滑油来试一下 如果我们用到溶滑油都不行 整套这个烫露换掉 大家以后遇到相同的问题 可以自己试一下处理 谢谢大家